在今次冷靜期安排的咨询里面 我们都希望政府当然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但也要细心聆听业界的一些声音 我特别自己留意到今次是特别提到 三千元以下的交易将会豁免 三千元以上的交易才是冷靜期覆盖 但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的咨询 都听一些美容业界的声音 因为也有些声音过去讲 其实三千元这个金额可能还是比较低的 也都要兼顾到业界处理交易里面的一些情况 也都防止那些人滥用冷靜期的安排 同时我也都留意到今次的咨询里面 政府都提到这个冷靜期的设置 原则上都是按照民事诉讼的方式去安排 那我都基本上对于这个原则都是同意 因为过去我都讲过 其实首先都是以民事诉讼的方式去处理 也都是比较恰当的 那我等郭佩帆议员有一些细节都跟大家再讲一讲 首先我们民建联 其实尤其我争取了这个冷靜期 已经争取了非常之多年的 其实早期就是由这个旅游会籍和时光共享的一些高压销售的案例开始的 我自己只是做旅游会籍的这些高压销售的个案 我都处理了几百宗 跟着健身中心有关的这些高压销售和一些投诉 我们也处理了很多的 所以旅游会籍我觉得对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非常之重要 当然早期政府提出终于接受我们的建议 考虑设立冷静期的时候 我们都收到很多业界尤其是美容业界的一些提出的意见 也都很高兴今次其实政府也都听到业界的一些意见 但是我有几个特别的回应 第一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对政府今次只是规限美容和健身行业 我觉得是不足够的 旅游会籍和时光共享其实也是消费者委员会之前 也是建议应该去规管的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今次不立入在规管范围里面 因为如果它是说用投诉数量多 涉額金颗大和有威吓手法 其实时光共享和这些旅游会籍的销售 我收到最少我处理的投诉也都不少 也都中这三点的 我希望政府也都要考虑和想 第二就是今次的交易 即今次它提出交易的金额和冷静期的两个方案 我觉得都已经考虑到业界 如何平衡业界和消费者的权益 所以我们都是欢迎的 但最重要其实都是要广泛去咨询业界 刚才也都有不同的业界的朋友 也都有向我联络表示关心 因为他们对详细情形不了解 我们会尽快安排一些会议 令到业界和政府可以加强沟通 反映他们的意见 我也都收到很多市民 也都欢迎了冷静期 我们觉得对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是有好处的 而今次政府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就是由非刑事开始 由民事诉讼开始 我觉得也都会减低 就是商界的疑虑和减低阻力 我们希望这个冷静期 其实都可以顺利和尽快通过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和现在其实今次政府提出的意见 就加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子支付 所以其实对商界的现金流的影响 已经缩小了 所以也都希望有了科技的进步 也都令到我们有一些 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法例 可以更加顺利去进行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记得当这个合约冷静期说的时候 最早消委会甚至乎是说五百元的 我其实当时已经表达了一个意见 就是说你都要考虑到商家每日 处理一些交易的情况 那我们觉得五百元其实太低 其实应该提升的 那现在去到三千元呢 当然我们都听到 可能有些业界朋友都表示 是不是还可以再提高多些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很简单一个道理想 如果当所有小额的金额的交易 都全部是用冷静期去覆盖了的话 当然也都不得不承认 有时市面上有一些市民的交易可能是 就是利用了这个合约冷静期 甚至乎来说为那个商户 在处理他们的情况的时候 是真的的而且确都带来一些困难 那因此呢 我们在中间取的平衡呢 我们初步就觉得 三千元这个金额是 现在政府定出来的一个画线 但是我们觉得呢 都应该要多听一下一些美容业界的声音 那看下他们在处理方面的时候 有时遇到困难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政府应该再听一听业界的声音的 那主要就是这样 是的 退款安排方面呢 就现在政府的退款安排呢 其实都 就是有考虑到业界的诉求的 因为现在他就说 如果是用信用卡支付 或者是 就是银行分期付款呢 其实都可以扣息 那大概现在就定了3%和5% 那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都要听一下业界的意见 再确实呢 就是再定下来呢 就会比较好 那我也都重申了 就是如果用电子支付的话呢 就有行政费可能会少很多 那对商户和消费者权益 可能也都会更加有保障 那你觉得冷静期的长度呢 冷静期的长度呢 他现在给了两个方案 他现在给了两个方案 那你觉得冷静期的长度呢 那我相信 对消费者来说 可能越长越好 对中小微企来说呢 当然就越短越好 那所以我们都会 咨询一下业界的意见 就是现在他们会觉得 譬如政府提出 比较短的方案 三日和七日 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 那总之 有开始比没有 那我们会觉得 都是一个好的开始来的 好吗 好啊 那另外 那接着呢 我就想再进一步回应 关于免遣返申请 今天呢 就是那个 免遣返申请 我们的工作小组 最后一个会议 那所以我想在这里 做一个总结 那大家转一转 先 好了 好 那今天呢 就是立法会 我们这个免遣返申请的 工作小组 就是最后一次的会议 那经过了这一年的会议 其实我们 我基本上 作为小组的主席 我觉得都是有成效的 以及有实际的建设性的一个工作小组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过去这一年呢 我们看到 申请的那个 免遣返申请和职压的个案呢 是大幅减少的 由高峰期呢 过晚宗的 申请职压的个案呢 去到刚刚刚在会议里面呢 我们听得到 政府官员说呢 去到今个月月底呢 基本上已经处理了 所有职压的个案 和申请的个案了 那现在手上呢 还有五百钟左右 那到月底呢 已经完全可以清晰了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难得的成绩来的 但是呢 大家也都要留意呢 现在仍然等着上诉的个案呢 是超过六千宗 而去到司法覆核 即是上诉不批准 跟着他进行司法覆核的个案呢 昨天大家都听到 马道立大法官所说呢 就是现在有三千多宗 那么呢 就刚才会议里面呢 我也都问到啦 现在六千多宗的上诉的个案呢 以往的情况估计呢 官员都估计呢 可能会有一半左右呢 都会去申请这个司法覆核 那可以大家想象到 现时三千宗呢 我们的司法机构 已经处理不了 那如果再加多三千宗 即是六千宗的话呢 对我们整个司法机构呢 司法基監呢 会带来非常之沉重的压力 所以呢 情况呢 十分之严峻的 而大家也都明白呢 他们去拿法援 去申请司法覆核 如果司法覆核是不获批准的话呢 现在他们的多数状况呢 都会再上诉去到 终审法院 继续拿法援 所以呢 法援的数字呢 我们现在未有 我们都要在这方面 再进一步去跟进 究竟是说 拿着我们法援多少的资源去做呢 那个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是给了另一个的借口呢 他们去继续拖延逗留在香港 而他们逗留在香港 也都是继续用着我们的援助的资源 所以这个呢 仍然都是一个非常之严峻的问题 那昨天呢 马道立大法官呢 就说会和律政司那边去商量 如何去修订法例 我们都希望呢 政府呢 会尽快有一个方向 和有一些建议呢 可以告诉我们 如何去做 也都尽快去做 否则呢 这些个案呢 只会越来越多的 第二呢 我们未解决到的呢 就是我们 这些免险反申请的个案呢 带来我们香港经济沉重的负担呢 这个问题呢 是未解决的 那现在呢 我们每年呢 仍然都要花十几亿 去处理这些免险反申请的个案 而这些数字呢 在未来的 最少这一两年呢 其实仍然都未能完全解决 因为滞留在香港的 包括这些上诉和申请司法复核的个案呢 仍然是过万宗的 那这个呢 对我们来说呢 经济是带来沉重的负担 那我相信呢 大部分香港市民呢 都不接受我们每年 十几亿呢 是去赌钱落海 去帮助这些大部分 可能是假的难民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未解决到的呢 就是治安的情况呢 仍然是令人忧虑的 因为我们虽然今次这个小组 我们抽丝剝茧 拿了很多个数字 也都 即是促使了政府呢 未来会修订一系列的 法例呢 去尽量去堵塞一些漏洞 和减少那些人来香港 濫用我们的整个免天反 申请和程序 那但是呢 现在我们呢 仍然是面对有很多治安的问题 市民呢 仍然都是不断地去投诉 那我们也都忧虑呢 就是随着 我们一路收紧的法例呢 那些已经留在香港的 这些可能原本是假的难民 来香港的目的 是赚快钱来打黑工 或者参与非法勾档呢 可能会更加猖揭地去 去做一些更大的案 而令到香港的治安出现问题 那这个呢 这情况仍然是令人忧虑的 那所以呢 希望政府呢 也都尽快去提出 如何去加强这些激留 对这些我们香港的人 人命安全啊 和生命财产构成威胁的 这些申请人呢 我们如何可以防止他在街外犯案 威胁了我们香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另一方面 这次我们小组呢 也都去了青山湾那里去 拜访啦 行考察啦 那我们都见到呢 青山湾激留中心呢 也都因为这些申请免犯 申请的问题 以及因为他们不断犯案 而再被激留的问题呢 而令到青山湾逼爆 那今天呢 我们是未见到政府提出方案呢 如何去加大我们的激留的设施 可以激留更加多 威胁到香港治安的这些 就是多数假的难民的 那这个我们是 仍然是面对这些问题 那呢 我们欢迎政府提出一系列的修改 法例的那个建议啦 那我自己本身呢 也都很希望政府尽快提出 那还有呢 也都尽快可以在立法会那里通过 那政府就说会在今年 今年就是首季就提出 那我们希望尽快可以收到 那就也都希望呢 就是立法会可以顺利通过 那就现在最严峻的呢 就是我们见到 这个问题一路延伸下去呢 就去了司法机关 那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忧虑的 那所以呢 未来我们都会要求在 司法事务委员会 我会要求在司法事务委员会那里 进一步讨论去了解究竟 这些免天反申请的问题 对我们司法机关的压力 构成多严重的问题 和政府打算如何去处理 好吧 有没有问题 没有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